毒品祸害蔓延 荼毒人间 除了东南亚和印枝半岛 中南美洲毒品泛滥问题也相当严重 其中玻利维亚一支扫毒特别部队 星期一就宣布导破一批掺杂矿物 藏在货柜里重量达到7.5公吨的可卡因 这一批准备走私到美国市场的毒品 价值超过3亿3000万美元 折合马币将近14亿1700万令吉 数额至庞大 令人折舌 这些权益还得到购物购物购用 商量用手勺夺台发出火药 来自粪汽速度到美国派区 亚利金瓶密封汍 Honduras 售算益用手勺售 此余权亿 顿 replied 複数十六百美元 顶部份 社会出售 亚利款 玻利维亚警方估计 所起获的7吨毒品里头至少含有580公斤的高纯度可卡因 警方行动告解除了截断美洲毒贩的门路 也再度揭露关卡执法严重疏失的漏洞 以及矿产企业参与贩毒购当的事实 警方在行动中也充公了一批运载货柜的大卡车 调查显示卡车司机清白 经过警方确认已经获得释放